1月1号 桑皮纸上的《魅力和田》 北京新疆书画作品展乌鲁木齐巡展起目 百余福精美的书画作品描绘了新疆的新气象 也让古老的桑皮纸焕发出全新的获利 新疆桑皮纸推广人魏宝山告诉记者 传统与现代 桑皮纸和中国书画在新疆再度交汇相融 通过成练 展览 交流 研讨 出版等形式 研究和探索桑皮纸与中国画 油画 水彩水粉画多画种的融合与创新 为新疆收藏了一批有深厚文化意义的作品 桑皮纸独有的特性 注定了跟我们有千年历史的中国画节约申请 在北京新疆两地艺术家共同努力下 桑皮纸上的中国画已经成为新疆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名片 一个品牌 2021年4月 北京新疆等百余名书画家赴和田采风 创作出此次展出的作品 2021年7月 以桑皮纸上的魅力和田为主题的书画作品首展 在桑皮纸的故乡和田开展 和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市原疆和田指挥部 社会事业部副部长王凯介绍 百余福作品呈现出和田经济发展 人文风情 民族特色等内容 为世人了解和田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通过这种活动要把我们的魅力和田 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 同时联合北京 联合我们新疆 共同为桑皮纸的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 打开市场 让我们桑皮纸之乡 墨一线的老百姓 实实在在地受益 桑皮纸 古称汉皮纸 被誉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承载和记录了中国大地上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的历史 在新疆地区已有一千多年 它具有防虫柱 不怕潮 纸质抗拉力墙 写字作画不易褪色等特性 2006年 新疆桑皮纸制作记忆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我觉得桑皮纸上作画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从总体上感觉很震撼 通过这次展览能全面的了解一下新疆 我觉得这几年的新疆的发展变化很大 从这些字画上也能体现出来 也很喜欢新疆这个地方 据了解 展览将延续至1月7号 乌鲁木齐巡展结束后将前往北京等地展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